被瓦剌人抓走的时候呢 太子朱健身只有三岁 所以像图铺之变 北京保卫战 夺门之变 这些轰动一时的事件呢 他一概不知 因为他太小了 这是朱健身的幸运 因为年幼 他不用亲历那些惊心顿破的岁月 也不会被残酷的战争和诡决的权谋所折磨 但这也是他的不幸 由于他什么都没经历 导致他的人生几乎是一片空白 他只记得自己英姿伯发的父亲 身体甲昼带兵出征 然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 一个陌生但看起来十分和善的叔叔 接替了父亲的位置 多年之后父亲终于回来 又把这位叔叔拉下了马 然后父亲病死 有人通知他 朱健身你爹死了 现在轮到你来当皇帝了 于是在公元1464年2月28日 朱健身改元成化 几位九五成了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 当了皇帝的朱健身一脸懵 因为从小到大 他都是一个很木讷的人 据他来说这一切都很突然 北京城春寒料窍 草出新绿 树出新枝 但真正意义上的春天 还远远没有到来 看着匍匐在自己脚下 山呼万岁的大臣们 朱健身的心里 只能感觉到一阵一阵的茫然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当了皇帝 也不知道当皇帝应该干什么 他甚至不明白自己此时此刻 为什么要坐在这里 大臣们听不到 陷入沉思的皇帝说 免礼平臣 可以一直跪在地上等着 但历史从来不会停下他的脚步 城华二年正月广西发生叛乱 三月四川发生叛乱 四月湖北发生叛乱 八月蒙古部落进犯宁夏 十月湖南发生叛乱 十二月广东发生叛乱 我记得前不久 抖音上有条非常火的文案 内容是这样 我今天把这句话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送给我们的朱健身同志 我帮你找点事赶 让你从年头忙到年尾 你是处理叛乱的专业户吗 让朱健身从年头忙到年尾的 当然是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叛乱 而之所以说朱健身是专业户 是因为这位从小到大 都没有丝毫政治基础和治国能力的皇帝 居然一丝不苟且认认真真地 把这些叛乱全都处理干净了 朱健身很累也很无奈 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太过仓促了 他还没能搞清楚当皇帝的意义 究竟是什么 却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 或许是他有做皇帝的天赋 或许他只是出一份责任心 一年的时间里呢 他每天都在加班 九九六成了家常便饭 绞尽脑汁的想办法 如何处理叛乱成了生活日常 无聊疲惫 巨大的工作压力让他喘不过气 但他还是漂白亮亮的把叛乱平定 还了大明一个天下太平 他想不明白 这就是当皇帝的感觉吗 这就是让自己的父亲和叔叔 都心心念念 甚至不惜赌上生命的皇帝吗 这对朱建深来说似乎是个哲学问题 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皇帝 时常陷入沉思 但新的一年过去 留给他沉思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国内的叛乱 虽然平定的差不多了 但老邻居建州女真部落又开始闹事 朱建深看着手里报告女真部落 入侵边境的折子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也就是在这一刻他突然间明白一个道理 也许这一切永远都没有尽头 大臣的奏折一封 看完今天的还有明天的 国家的大事一件一件 处理完这件还有下一件 朱建深决定撂挑子 既然一切没有尽头 自己何必在这样徒劳无功呢 视频已经做到了三分之一 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 哎你这个说法不对啊 皇帝怎么能是这样呢 皇帝不都应该是明君文韬武略文治武功 暴君昏庸武道杀戮成性吗 那我想反问一句 为什么皇帝就该是大家印象中的那个样子 我曾经阅读过很多近现代史料 我发现一些专家学者在分析皇帝时 过于脸不化的 正直的皇帝 善良的皇帝 昏庸的皇帝 残暴的皇帝 似乎几个词语 几句话就可以完全概括一个皇帝 皇帝变成了冰冷冷的词汇 变成了一个记录历史的工具 可皇帝怎么会是工具呢 皇帝也是人啊 皇帝也有喜怒哀乐 也食物骨杂粮 皇帝也有平凡人的情绪变化 没有人生来就是为了当皇帝而当皇帝的 就像本期视频的主人公 成化帝朱健身 他也会迷茫 他也会抱怨 他也会累 他也会懈怠 当皇帝对朱健身来说 突然变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而为了缓解这种痛苦 朱健身决定做点比较轻松的事情 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做点什么呢 谈恋爱 而且到谈恋爱这件事 我们要将历史倒退到很多年前 倒退到这位皇帝一生开始的地方 正统十四年 身为皇太子的朱健身 身边来了一个 伺候他隐私起居的宫女 这个宫女的名字 叫做万真儿 这一年 万真儿十九岁 朱健身两岁 万真儿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全都奉献给了朱健身的成长 而长大后的朱健身似乎对这个从小到大 一直照顾自己的宫女 有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情感 等到朱健身彻底的长大成人 登基为帝后 他突然发现 自己已经习惯了万真儿在身边伺候 自己已经离不开他了 朱健身决定要立万真儿为皇后 他的想法很简单 这个年纪大 他十七岁的女人 虽然早已容颜不在 但自己从小就和他有感情 既然真心相爱 那就再起呗 但追求真爱的朱健身很快就碰到了阻力 皇帝的生母周太后认为 万真儿不过是一介宫女 难登大之堂 所以坚决不同意这件事 皇帝是天下之尊 整个天下都要听从他的差遣 但皇帝也有很多无法决定 不能办到的事情 譬如结婚生子 谈婚论嫁 在这些问题上 皇帝和大多数人一样 并不能自己做主 但朱健身还是距离力争 给万真儿封了个非位 有人在深宫中混了一辈子 可能连皇帝一面都见不到 而万真儿从宫女 约成为妃子 升级速度可以说是做了火箭 皇后无事非常不爽 因为自己虽然是皇后 但常年空爽旗 皇帝好几个月也不来一趟 这都要怪万真儿 虎媚祸主 巧作盛心 所以吴皇后出门 遇见万真儿 当时火冒三丈 劈了啪啦就打了万真儿一顿 具体是怎么打的 史书没有记载 但我估计当时的场面 应该非常精彩 抛头或扯衣服 抓脸 用脚踹读如此类 还是那句话 皇后也是人 她也不是什么 天上下班的仙女 打起家来和一部分 中年妇女也没什么两样 所以吴皇后仗着年轻有力气 把万真儿按在地上 好一顿摩擦 皇后是后宫之主 别说打妃子一顿 就是把妃子弄死了 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这可把朱健身给心疼坏了 因为万真儿对她来说 并不仅仅是她的一个嫔妃 还是她童年时代的美好记忆 更是她沉闷的 皇帝生涯中的精神寄托 皇帝一听万真儿挨揍了 二话不说就把王后给飞了 历来呢 很多专家学者 对朱健身和万真儿的爱情故事 指指点点 说朱健身是个淑女控 专门喜欢岁数大的 跟万真儿如何如何 有一说一 我觉得这种论调挺无耻的 你不去关心皇帝的政绩作为 反而揪着皇帝的家务事不放 爱研究皇帝的家务事 就爱研究吧 为什么要把人家正常的恋爱关系 和爱情故事 搞成阿扎不堪的桃色新闻呢 张嘴就是皇帝爱属女 皇帝是属女控 下作不下作 恶心不恶心 我很希望能通过这期视频呢 改变大家对朱健身以往的认知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 而且很复杂的皇帝 他正直 天古忠臣于谦的冤假错案 就是他平反的 他狠毒 建立了骇人听闻的特务组织西场 涂入了一大批重量 他人善 京乡之地流民甚多 朱健身一一安置 给了这些流浪群众一个温暖的家 但他也很贪婪 为了搜刮天下百姓的钱财 设立皇庄 用于存放他搜刮到的巨额财富 但我相信 无论是做好事还是干坏事 朱健身始终很迷蒙 皇帝对他来说不是宿命 也不是注定 只是一个自己不愿意承担 但没办法只能承担的工作而已 所以这份工作他只是随便做做 因为在他心里 他始终认为 皇位成可贵 自由价更高 若为爱情故 两者皆可抛 这个看上去永远波澜不景 情绪上看不出任何变化 总是一副慵懒面孔的皇帝 也许唯一在乎的人 就是万真儿 他甚至曾经说过万真儿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的话 万事长去了 我亦将去矣 是啊 王朝也好 天下也罢 终究都会化作一捧黄土 也许朱剑深才是那个看得最偷彻的人 倘若一切早已注定 倒还不如好好挨一场 千秋八叶 帝王身后事 一笑置之 又有何妨 立歌的总结时间 让我们再来回首这位帝王的一声 明献宗朱剑深 童年其苦 少年老成 终年困顿 他有过被遗忘在深宫里的至暗时刻 也有过和万真儿共度的美好时光 他曾经欧心力血的为大明江山去努力 去奋斗 他也曾经停滞不前 放空一切 成为一个懒惰之君 他不是属女控 他只是冲破了世俗的桎 轰轰烈烈的爱了一场 他不是无为之君 他只不过是在某一个时刻 看透了皇位和权力 他善良又凶狠 多情又无情 勤劳又懒惰 他是一个和任何帝王都截然不同的人 但截然不同 就是不正常吗 就是奇葩吗 怎样活着才算正常 谁给皇帝设下了标准 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不好意思 对朱建森来说 当皇帝的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 度过自己的一生 好了 我是历史骑士朋友圈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